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量子力学的黄金时代幽灵般的超巨作用 2023年7月中国科学家宣布 成功实现了51个超导量子比特促态制备和验证 刷新了所有量子系统中真纠缠比特数目的世界记录 这项工作将各个量子系统中真纠缠比特数目的记录 由原来的24个大幅突破至51个 这充分展示了超导量子计算体系优异的可扩展性 对于多体量子纠缠研究大规模量子算法实现 以及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研究成果于7月12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的神秘现象 也被称为幽灵般的超巨作用 而他的提出者就是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呢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 他就是爱因斯坦 不认识他的人 只要能看到这一头乱发 马上也能反应过来 这个人果真不一般呢 你看不修蝙蝠的这种外貌 就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张照片 因为它看起来像一张标准照 我更喜欢哪一张呢 喜欢他对着镜头伸出舌头来做鬼脸的表情 那个才让我感觉到 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位大科学家 而且也是一个普通人 在爱因斯坦生活的那些年月里 他在普通人的心目当中 绝对是像神一样的明星地位 走到哪儿呢 都会被热情的人们所包围 这其中步伐有很多激动的女性 哭喊着叫着她的名字 人们就是想看一看 这个二十世纪最聪明的大脑 到底长的是什么样 那么一说到爱因斯坦 我们肯定会想到相对论理论 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个词 但相对论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可能很少有人能用一两句话 就完全解释得清楚 而如果我们把爱因斯坦一生所取得的成就 放到他面前 让他挑选哪个更为重要的话 大家可以猜一猜 他会选择什么 首先告诉您一个答案 他绝对不会选择相对论 那么在爱因斯坦看来 他认为自己对人类科学史最大的贡献 到底是什么呢 1905年3月17日 瑞士博尔尼大街 一位年轻人匆匆走过 这就是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投机了一封信后赶去上班 他当时还是博尔尼专利局的 一位三级技术员 这份看似很有前途的工作 解决了爱因斯坦的温饱问题 使他也有时间去窥探自然界的秘密 同时这份职业 要求他对自己读到的一切内容 保持怀疑甚至挑出毛病 这或许为他异于常人的思维奠定了基础 使他能够大胆地挑战经典物理学 找出其中的缺陷 那封信是寄给物理年鉴杂志社的 里面装着他本年度的第一篇论文 论文结识了光电效应 这是一个困扰当时物理界几十年的难题 1884年 赫兹在进行电磁波研究的时候 为了方便观察电火花的亮度 他把实验装置放置到了一个暗盒当中 结果他发现电火花看上去 好像亮度变得比较低了 于是他就把这个装置 又搁到了一个玻璃盒里 随后就观察到 电火花的强度有所增强 而把玻璃盒换成石英盒的时候 电火花的强度进一步增高 难道是光对于电火花放电有所帮助吗 随后赫兹尝试使用不同频率的光线 来进行实验 他发现紫外线对于增强电火花的强度最有效 暗盒阻挡住了紫外线 电火花就会变弱 赫兹观察到的这个现象 其实就是光电效应 顾名思义就是由光产生电的效应 如果没有光电效应的话 那么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热水器 还有我们家中的电视机遥控器 就都不会存在了 赫兹的发现 引发了好几位科学家的接力研究 对于光电效应的了解 也就越来越多 人们发现 之所以会有光电效应 是因为当光照射到金属上的时候 会从它的表面释放出电子 那电是什么呢 不就是电子的流动吗 照射的光越强 能量越大 激发出来的电子就越多 这其中的原理非常简单 但是在随后的实验当中 有些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 当我们使用红光 进行对于金属板的照射时 无论怎样去提高光线的强度 但是金属却连一个电子 都释放不出来 这就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一个谜题 爱因斯坦也想搞清楚 这其中的问题 当时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 他希望通过科学发现 来改变自己的境遇 1905年 爱因斯坦读到了德国物理学家 普朗克的一篇 早已被冷落到角落里去的论文 普朗克假设微观世界的能量 不是连续的 而是要分成一份一份 有一个基本的能量单位在那里 这个单位 被普朗克称作量子 量子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爱因斯坦 同时他发现 只要将光看成是一束光量子组成的粒子 光电效应立马就失去了全部的神秘感 因为根据普朗克公式 光量子的能量和它的频率相关 频率越高 光量子的能量越大 当光束射向金属时 光量子与原子发生碰撞 一个光量子的能量 只能传给一个电子 只有频率高的光量子 能量才能够大到 足以使电子克服原子核的引力 从而逃离金属 形成电流 产生光电效应 而当使用红光这样的低频率光时 无论光的强度有多高 单个光量子的能量不够 它就无法把电子打出来 这个解释一下子就是光电效应顺理成章 不仅如此 爱因斯坦还给出了光电效应公式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公式 和这几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类似公式都一样 看起来很简单 读好像也勉强能够读出来 但让我们具体解释一下的话 要么是解释不通 要么根本不明白 要么呢就得费上一番功夫了 现在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 来简单理解一下光电效应 假如说现在给我们一颗水泥钉 让我们用锤子把它钉到墙上 这事嘛很简单 可是如果不给锤子只有钉子 怎么才能完成这个工作呢 光靠我们的手肯定是不行的 哪怕是来一百个跟我们一样的人 用这个手掌拍击钉子 也不可能把它砸到墙里去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拳头或者是手掌 想象成是红外线发出的 低频低能的光亮子 而那些锤子呢 就相当于是紫外线发出的 高频高能的光亮子 这么一来的话 也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使用低频低能量的 红外线的时候 它是根本没有办法激发出能量来的 于是困扰科学界好几年的问题 就被破解了 那么爱因斯坦把自己的这个理论 写成了论文交到了谁的手里呢 普朗克 因为他当时是物理年鉴的主编 按道理说呢 量子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 他应该很高兴吧 毕竟量子说是他提出来的 这也是第一个切实的证据啊 但是普朗克看到了爱因斯坦的 这篇论文之后特别的纠结 原因正是因为爱因斯坦 使用了量子这个概念 普朗克这几年啊 对自己当年提出的理论 可以说多少有点避之不及的态度 他认为自己提出的量子 只是一种数学发明 并不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他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论呢 理解成了步子卖得太大 爱因斯坦在思考当中迷失了方向 而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 观点解释逻辑严谨 事实清楚 非常完美 所以普朗克还是很负责任的 允许这篇论文发表 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提出 光不仅以波的形式 而且也以光量子 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 爱因斯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在他看来 这可是他最有叛逆性的一篇论文了 在后来写给好友哈比希特的信中 爱因斯坦描述了 他在这一年所撰写的 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四篇论文时 只有在光量子上 他才使用了非常革命的字眼 爱因斯坦最终的观点就是 必须认为光既向振动的波 又向粒子数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波粒二相性 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 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 但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的解释 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 再加上相对论等一系列 超凡脱俗的理论横空出世 爱因斯坦一下子就火了 那一年后来也被人称之为是 爱因斯坦的奇迹年 1909年5月 爱因斯坦接到了苏黎世大学 抛来的橄榄枝 为了能够将自己的时间 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 爱因斯坦欣然地接受了这份邀请 但他抵达苏黎世大学之后 参加了真正的教学工作 才多多少少有些后悔了 每周他要上七个小时的课 而备课所需的时间长到令他抱怨 实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还不如在博尔尼的时候 就这样 他在苏黎世大学 教了四年多的课 1913年7月 马克斯普朗克提名爱因斯坦 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 并且他们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回到德国任教 的确 如果爱因斯坦愿意返回德国的话 不仅会给德国的科学界带来空前的声誉 同时也会极大提升当时德国的物理学研究水平 为了达到目的 普朗克还专门坐着火车去当面邀请爱因斯坦 当然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未必就能够成功 毕竟爱因斯坦离开德国已经二十多年了 而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把国籍改成了瑞士籍 所以普朗克准备了一个爱因斯坦无法拒绝的条件 那就是爱因斯坦只要愿意回到德国 不仅会成为威廉皇帝理论物理学研究所的管理者 还不必承担教学的任务 不用给这群大学生上课了 爱因斯坦真的是求之不得 但是到底回不回德国呢 他还是非常犹豫 普朗克决定给他时间思考 他准备乘火车做一次短途观光旅行 出发前 爱因斯坦承诺说 回来的时候他会带着玫瑰迎接他 玫瑰的颜色代表了他的最终答复 如果是红色 就意味着爱因斯坦决定去柏林 如果是白色 就意味着他还是想留在苏黎市 几天之后 普朗克抵达火车站的时候 早早地便将头伸出窗外 他急于知道答案 爱因斯坦利用量子的概念 完美解释了光电效应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决定邀请他前去柏林任职 然而对此 爱因斯坦却举棋不定 普朗克决定做一个短程旅行 从而给爱因斯坦思考的时间 并约定 回来时 爱因斯坦会手举玫瑰迎接他 玫瑰的颜色代表了爱因斯坦的决定 当普朗克看到爱因斯坦 手握红玫瑰 后在站台的时候 他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没有教学义务 无疑是最大的吸引力 这使爱因斯坦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 不过 与这种自由相伴的便是压力 他必须拿出能够匹配这份待遇的研究成果 其实早在临行前 爱因斯坦在告别晚宴上 曾这样对同事说 柏林人看我 就像看着一只获奖的金牌老母鸡 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下蛋 历史证明 爱因斯坦过滤了 抵达柏林仅一年多 喜讯便传来了 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被证实了 事情要从爱因斯坦的一位反对者 罗伯特·密利根说起 现在我们看到的和爱因斯坦站到一起的人 就是罗伯特·密利根 他是一位物理学家 从照片上好像感觉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不错 但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密利根对于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是非常接受不了的 他认为这是对光的波动说的攻击 密利根是一位实验高手 宇宙射线就是他通过实验发现的 他还创立了测量电子质量的方法 而他对于爱因斯坦的反击 绝对不是动动嘴皮子 他要用实验来推翻爱因斯坦的理论 密利根研究出了一种检测方法 他在一根真空管当中放置了一片金属 然后用光来照射它 他认为 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绝对无法预测真正的结果 但是多次反复实验之后 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用实验 帮助爱因斯坦证明了光电效应的正确 这啼笑皆非的结果 密利根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他进一步设计了能够刮擦干净真空管内金属表面的技术 从而可以进行无污染的实验 然而无论他如何改进实验装置 付出了种种努力之后 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 最终 1915年 密利根用实验彻底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 在所有的情况下 光电效应都表现出量子化特征 而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 在每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准确地预测到实验结果 但哪怕是这样 密利根依然无法相信爱因斯坦的理论 在他的论文当中仍在拼命地避免这个结论 他说 尽管爱因斯坦的攻势大获成功 但这种符号表达式所基于的物理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坚信爱因斯坦本人也不再会坚持他 正如密利根所说 爱因斯坦的确对于自己的光亮子假说变得越来越犹豫 因为就在大约两年前 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1913年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 解决了物理学界的大难题 这个模型跟太阳系的结构非常相似 电子在一些特定的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 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时 会发射或者吸收一个光亮子 这被称为量子跃迁 爱因斯坦看到这个模型的第一反应就是 想知道它是否能够符合相对论和光亮子假设 结果他发现了大问题 波尔的原子模型没有告诉我们 电子什么时候会跃迁 以及会向哪里跃迁 因此我们无法预测电子什么时候会发射出光亮子 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和利用光的这一性质 这使得爱因斯坦产生了困惑 在爱因斯坦看来 波尔的原子模型正是因为引入了光亮子这个概念 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把不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 这一对难题带入物理学界 而经典的光的波动概念就不存在这个缺陷 他开始对这个原子模型甚至光亮子假设都产生了怀疑 他希望要找到一种新方法来解释光电效应 彻底抛弃光亮子的假说 1920年爱因斯坦与波尔见面了 波尔受邀来到柏林进行讲学 此行波尔最大的心愿就是拜访一下爱因斯坦 晚上波尔带着产自丹麦的奶酪和黄油来到了爱因斯坦的寓所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一见面二人没有寒暄 瞬间就进入到了科学领域的讨论当中 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不可预测性在量子力学中扮演的角色 爱因斯坦表示自己对此持谨慎态度 波尔则对进入这一模糊领域表现得更为大胆 他说 鉴于目前的证据 放弃严格的确定性是唯一出路 爱因斯坦认为 波尔的思想令人感到了不安 不过两个人争论归争论 完全不影响他们对于对方的认可 这次见面为他们奠定了几十年的友谊 波尔对爱因斯坦既尊重又崇拜 而爱因斯坦呢 则觉得这个不拘礼节的高个子丹麦人非常可爱 在这次访问之后 爱因斯坦给波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读起来非常有趣 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 我很乐于想象你那孩子般的愉快面孔 尽管互相欣赏 但爱因斯坦和波尔在学术领域 也将不断地刺激对方提炼打磨对于量子领域的思考 有了波尔这个对手 再加上对量子力学的质疑 爱因斯坦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1922年3月 他在给好朋友埃伦·菲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觉得有这么多让我分心的事是好事 否则量子问题一定会把我逼近精神病院 1923年夏天 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波尔 波尔在火车站迎接他 乘油轨电车接他到家 他们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起来 波尔回忆说 我们乘坐电车弹性正浓 不觉坐过了站 我们下了车往回走 但又坐过了站 因为这种对话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 我们来来回回地坐车 人们对我们怎么看 可想而知 令爱因斯坦始料不及的是 很快波尔跑给他一个重磅炸弹 1926年 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一个理论 在量子世界当中 一切事物包括原子 电子 光子都处于叠加状态 它们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被确定 位置测量的越精确 动量就越模糊 这个测不准并不是因为仪器精度不够 而是由量子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 但这个理论更让人无法捉摸的是 量子世界的一切事物在我们对它进行观察以前 它实际上是以波的形式存在 并且没有确切的位置 可以说它就弥漫在整个空间当中 但是一旦当我们去观测它的时候 它就立刻被迫做出了一个选择 以一个粒子的面貌出现在某个位置 这就是著名的波函数探索理论 听上去是不是完全觉得不可思议啊 当我们闭上眼睛不去观察这个电子的时候 它就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电子 它像一个幽灵一般按照波函数 向周围散发开去 虚无缥缈 以概率波的形态漂浮在空间中 可以干涉 也可以叠加 但是一旦我们睁开眼 就像湿了定身术一般 所有的幽灵都消失了 它又变成了一颗电子 呆在了某个地方 而这套理论所描绘出来的这种情形 是我们普通人在现实世界当中 根本观察不到的 所以我们既很难理解 又觉得它不可被接受 可偏偏在当时的物理世界当中 大部分物理学家都欣然接受了这个理论 除了一个人 谁呢 爱因斯坦 在他看来 这个理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难道我们不观察 物体就不存在了吗 爱因斯坦和波尔有一次讨论量子力学 爱因斯坦调侃波尔说 我们看月亮的时候 月亮在天上 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 月亮就不存在了吗 想一想 爱因斯坦的这句话 好像我们在哪听过 对不对 这和我们中国明代的思想家 王阳明的一句名言 如出一辙 王阳明在《传习录》当中 写过这样一句话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乳心同归于迹 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爱因斯坦算得上是最早接受量子一词的人 但如今 他却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如果真的如哥本哈根权势所说 微观世界 无法准确测量 也无法预知它下一步的位置 让我们想象一场足球赛 射门时 如果足球的飞行方向无法确定 那么守门员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出相应的防护和扑杀 它的存在或许就失去了意义 这看上去无比荒谬 因此 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样的理论 至于波函数坍缩 这在爱因斯坦看来更是无稽之谈 是爱因斯坦对量力学那个不确定性 他非常讨厌 他不相信世界 量子世界是不确定的 他那么应该确定 所以他不相信 他有个名言 他不相信上帝在制造世界 是按知识的办法 按概率的办法来创造世界 但波维也不劳他 上帝要创造世界怎么会听你的呢 在之后的几年中 即使实验和观测一次又一次地表明 量子力学是有效的 他仍然无法相信 观察才会存在 他干脆把注意力转回到相对论 试图逃离量子奇迹 他曾向一位朋友悲叹道 量子理论越是成功 就越显得愚蠢 要是这样 我宁愿当邪将 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 也不愿做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认为 必定存在着一种 关于宇宙如何运作的 更完美的解释 这种解释将同时包含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寻找统一场论 这将成为爱因斯坦 接下来几十年的研究目标 当时的物理学界很难理解 为什么爱因斯坦 对统一场论如此执着 简直有点难以理喻了 但在一般大众的眼中 爱因斯坦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光环 越发的耀眼 简直就如同神一般 1929年1月 爱因斯坦准备发表一篇 只有五页的论文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引发的狂热 实在是令人惊讶 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 云集爱因斯坦的公寓楼前 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躲到了郊区 他的医生的家中 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 几个星期前就开始造势 他有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 爱因斯坦即将做出大发现 请勿打扰 而普鲁士科学院 则将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 复制了一千份 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1月30日 一经面试就立刻销售一空 科学院又赶紧加印了三千多份 而伦敦的一家百货商店 直接在橱窗当中 将这篇论文给贴了出来 人们争相到那里观看 试图理解这篇带有 33个神秘方程的数学论文 到底在阐述什么道理 事实上普通大众恐怕一个方程都看不懂 而美国的魏斯里大学 干脆支付了一大笔费用 为的就是能够让这篇论文的手稿 珍藏在这所学校的图书馆当中 而爱因斯坦也在这一年第一次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出了名的爱因斯坦也成为一些活动的邀请嘉宾 他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声望 为犹太人做一些事情 1930年10月28日 在伦敦将举办一场为贫困东欧犹太人筹款的晚宴 爱因斯坦用心地戴上了白领结 穿上了宴尾服 参与这场或许有助于打开钱袋子的活动 他称之为猴子戏剧 晚宴的司仪则是74岁的大作家乔治肖伯纳 他曾经写过卖花女 后来被班上舞台成为我们大家熟知的窈窕淑女 还写过《魔鬼的门徒》 《圣女贞德》等等一批著作 由于爱因斯坦的到场 肖伯纳特意精心准备了这样一段开场词 托勒密创造了一个宇宙 持续时间1400年 牛顿也创造了一个宇宙 持续时间300年 现在爱因斯坦也创造了一个宇宙 但是我没法告诉你 这个宇宙会持续多久 在场的客人们都笑了 笑得最大声的就是爱因斯坦 1931年1月 爱因斯坦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 被邀请出席了查理卓别林的电影 《城市之光》在洛杉矶的首映室 观众看到卓别林和爱因斯坦时 都热烈地欢呼起来 卓别林对爱因斯坦说 他们为我欢呼 是因为他们都理解我的作品 而为你欢呼 则是因为他们都不理解你的理论 爱因斯坦的名气 也即将给他带来大麻烦 二十世纪初 当量子一词诞生之时 有一位年轻人最早接受了他 并用他解释了光电效益 他就是爱因斯坦 这使得他在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 不仅如此 他还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明星人物 可是很快 他的名气将给他带来大麻烦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爱因斯坦 在英国伦敦西斯罗机场的入境登记卡 经过了九十年依然保存完好 如今在英国利物圃海事博物馆展出 为什么这一张看上去很普通的登记卡 会被如此重视呢 事情要从1933年说起 1933年1月 爱因斯坦和妻子动身去加州理工学院访问 临行之前 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让妻子再好好看一眼他们的房子 他说 你再也不会看到他了 而妻子则觉得丈夫在说胡话 结果果然如爱因斯坦所料 很快 希特勒上台 爱因斯坦成为了科学界首要的迫害对象 身在加州的他当即立断 决定不再回德国 从此 他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土地 三月 爱因斯坦与妻子坐船前往比利时 在途中 爱因斯坦便获知 纳粹闯入了他的小屋 查抄了他的私人物品 焚毁了他关于相对论的作品 还没收了他心爱的小船 因此 抵达比利时之后 他立刻来到了德国大使馆 缴回了护照 并且宣布放弃德国国籍 同时向普鲁士科学院提出辞呈 他在辞呈中表示 就目前情势来看 他觉得无法忍受 依赖德国政府 9月9日 爱因斯坦发现 有盖世太保 也就是秘密警察跟踪他 因此 连夜渡海来到了英国 之后 到达了新建立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担任教授 而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入境卡 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 继续构思自己的思想实验 他知道 需要采用新思路 来证明量子力学不完备 证明这个理论 没有充分体现物理实在 在普林斯顿 他有了新的助手 25岁的纳森·罗森 麻生理工的高材生 另外 一位名叫鲍里斯·波多尔斯基的科学家 也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三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 都对哥本·哈根权势 有所怀疑 于是爱因斯坦提供想法 波多尔斯基负责撰写论文 而罗森则负责 做大部分必要的数学计算 论文进行得很顺利 三月底就完稿寄出 1935年5月15日 这篇论文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题目为 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 是否可视作完备 论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直截了当的 不 论文区分了真正的现实 和物理学家理解中的现实 有什么区别 还提出了以三位科学家姓氏的首字母 联合命名的EPR杨谬 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 假设空间当中存在着一个母粒子 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 一段时间之后 这颗母粒子就衰变为了 A B两颗子力 现在我们任凭衰变后的 子力A和子力B 在时空当中随意地飘荡 而不去做任何干涉 也不会主动去观测他们 那么根据哥本哈根权势 这两个子力就会同时处在 既上旋又下旋的叠加状态 像是广袤空间当中 两列无限扩散出去的波 它们随意地变换着身形 任何时刻 上旋和下旋的可能性 都会各占50% 但是一旦有一台观测的仪器 对准其中的一个 比如说子力A 那么根据波函数探索 A B将发生探索现象 在你探测到它的瞬间 它要么探索为一个上旋的例子 要么探索为一个下旋的例子 可是没有被观测到的B 为了配合A 也必定会在瞬间同时探索 成为了一颗与A的自旋方向 相反的子力 以保持总体上的自旋守恒 那么假如说子力A和子力B 在这个宇宙当中 已经飘散了很久很久 几乎和宇宙的寿命一般长的话 那么或许它们之间已经相隔着 亿万光年的空间了 那在此时 如果我们观测子力A 子力A发生了探索之后 子力B会发生探索吗 会 而且就是在同步几乎一瞬间完成 可是根据相对论 光速是物体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了 而子力A在宇宙的这一端 子力B在宇宙的这一端 当它们发生了这种自旋守恒效应的时候 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 已经超越了光速呢 因此 爱因斯坦将之比喻成 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尽管论文完美阐述了EPR扬谬 可爱因斯坦对论文的最终呈现并不满意 他认为波多尔斯基将清晰的思想 掩藏在了大量的数学描述之下 其实这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对波多尔斯基表示不满 原来波多尔斯基早早地就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论文的内容 这导致1935年5月4日 论文还没有发表 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夺人眼球的 爱因斯坦向量子理论发起进攻 三天后 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条声明 作者正是爱因斯坦 他指出 我一贯的做法是 只在合适的地方讨论科学问题 我不赞成在通俗媒体上 提前发布有关此类事物的声明 因此 论文刚一发表 爱因斯坦就向薛定谷抱怨 结果没有我当初预想的那么好 恕我直言 关键的东西被形式描述 掩藏起来了 而薛定谷看了EPR杨谬之后 拍手称奇 他在回信中写道 你公然扼住了 教条式的量子力学的咽喉 几周以后 薛定谷又补充道 EPR杨谬 就像鲸鱼池中的狗鱼 把每一条鱼都弄得心神不宁 薛定谷还顺便给AB两个例子 起了一个非常性感的名字 量子纠缠 哥本哈根权势 竟然创造出了不可能存在的幽灵 波尔的助手 罗森菲尔德后来回忆说 这一锤重击 就像晴天霹雳一般 打在了我们身上 所有的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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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又会是什么反应呢 他能不能理解波尔的这句话呢 二十世纪初 当量子一词刚刚诞生之时 爱因斯坦可以说是第一个接受了它 并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 然而随着不确定性 哥本哈根权势等概念的出现 爱因斯坦开始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935年 为了彻底打败哥本哈根权势 爱因斯坦提出了幽灵般的超巨作用 这给了波尔致命一击 对于爱因斯坦的步步紧逼啊 波尔再次沉下心来 他发现自己找到了破绽所在 在爱因斯坦看来 实验中的两颗子力 它是既关联又独立的个体 但是在波尔看来呢 这两个子力 无论它们相隔多么遥远 哪怕是跨越了无数个宇宙 都是一个整体 直到我们观测了A或者是观测了B 它们才变成两个独立的子力 一个上旋 一个下旋 整个过程不需要什么超越光速的信号 因此量子力学依然是非常完备和逻辑自洽的 但这个说法显然是无法打动爱因斯坦的 1937年2月初 波尔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普林斯顿 这是他们为期半年的环球之旅的一部分 自EPR论文发表之后 这也是爱因斯坦和波尔 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在局外人看来 爱因斯坦和波尔简直就是在扯皮一般的争论 波尔认为 没有什么量子世界 有的只是抽象的量子力学描述 物理学的任务不是查明大自然的运作方式 而是我们可以如何地描述大自然 而爱因斯坦呢 则坚定不移地认为 必然存在着一种符合因果律 并且独立于观测者的现实 这种信念也正是他评价量子力学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 爱因斯坦永远都没有接受过 哥本哈根诠释 而他与波尔之间的争论 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爱因斯坦已经正式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 但他每天仍然在那里的一个小办公室继续工作 继续追求统一场论 1948年2月 波尔到高等研究院造访 一待就是半年 两人之间继续发生一场场争论 波尔的助手后来描述一次争论后的情形说 波尔在一种愤怒绝望的状态下 突然冲进他的办公室 嘴里还说着 我讨厌我自己 原来 他刚刚去见了爱因斯坦 然后他俩就量子力学的问题吵了起来 而争吵后 爱因斯坦的情绪也没好到哪去 他在给老友的信中写道 这个问题我永远解决不了了 他将被遗忘 以后肯定还会被重新发泄 一年后爱因斯坦又说 我不敢肯定我走的路是否正确 我同时代的人都把我看成异端和叛逆分子 不过尽管争吵不断 但二人的友情却是越吵越浓 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了波尔来使用 两个可爱的老头子凑到一起 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 爱因斯坦七十岁的生日即将到来 波尔准备献上一篇论文作为生日礼物 他想驻守派思口述论文出稿 他想记述此前二人在索尔维会议上的争论 可波尔的口才一直都不算特别出色 说着说着就卡住了 一时也不知要说什么了 于是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窗外 嘴里不时地念叨着爱因斯坦的名字 而就在此时呢 爱因斯坦捏手捏脚地溜进了办公室 并且向派思示意不要出声 派思后来这样描述了接下来的事情 爱因斯坦一直点着脚尖 静止朝我面前的这张桌子走来 对此一无所知的波尔依旧站在窗边 嘴里又习惯性地嘟囔着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爱因斯坦准备做什么 接着波尔突然清脆地叫了一声爱因斯坦 同时转过身来 他俩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那 就好像是波尔把爱因斯坦召唤出来了一样 要说波尔当时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这都算是轻描淡写了 而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我 也在某个瞬间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因此我很能理解波尔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 爱因斯坦主动坦白了他的计划 沉默被打破了 我们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原来爱因斯坦溜进办公室 是打算来偷点烟草的 他的医生禁止他花钱购买烟草 但从来没说过不能偷烟草 随着年龄增长 爱因斯坦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可他从未放弃寻找统一场论 他不后悔他的努力 但为他始终找不到答案颇为伤感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整整五十年的思索 没能让我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 光亮子是什么 有一天 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要把时间 花在这项孤独的事业中 他回答说 即使找到统一场论的希望很渺茫 这种努力也很值得 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不必担心丢掉饭碗 花时间冒这个险还担负得起 但年轻的学者这样做就太危险了 因为他很可能会因此而毁掉自己的前途 因此自己有义务这样做 1955年4月 爱因斯坦被诊断出患有主动脉瘤 随时可能会破裂 不过就算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只要有可能 爱因斯坦依然会坚持工作 当疼痛过于剧烈时 他才会去休息 他曾经询问过医生 自己是否会死得很痛苦 医生告诉他 也许但谁也不知道 大出血造成的疼痛可能极为痛苦 但也许只有一分钟 也许要一小时 面对爱因斯坦的这个问题 秘书显得有些慌了 但爱因斯坦却很坦然地安慰他说 你过于紧张了 我终归是要走的 什么时候走 其实并不重要 1955年4月18日星期一 凌晨一点钟刚过 他突然用德语捏乳起来 但值班的护士听不懂 他叫来了医生 却为时已晚 动脉瘤破裂了 76岁的爱因斯坦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床边放着12页 写得密密麻麻的方程 满是山改的痕迹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仍在努力寻找着统一场论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爱因斯坦 在生命最后一刻之前 写下的符号和数字 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 想要把宇宙真正的面目 为我们描述出来 也许真的像德国哲学家 来新所说的那样 对真理的追求 比对真理的拥有更为可贵 爱因斯坦最终也没能 跛倒波尔的哥本哈根权势 他生前承认 我思考量子问题的时间 百倍于思考广义相对论的时间 他的助手派斯回忆说 量子就是他的恶魔 而对于波尔来说 爱因斯坦的离世 让他无比惋惜 他在1961年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爱因斯坦是那样难以置信的可爱 在爱因斯坦去世多年以后 我仍然觉得他的微笑如在墓前 那是一种特殊的微笑 能够遇上这样的一位劲敌 是此生最大的幸运 而没能让这位实力超群的老对手 输得心服口服 更是成了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在爱因斯坦过世之后的那些年 每当波尔头脑中冒出一个新想法 在发表之前 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逼问自己 如果爱因斯坦泉下有之 又会给出怎样一番 360度无死角的驳斥 而他们之间的争论 究竟孰是孰非 要再过几十年 才能略见分晓 在此后多年当中 幽灵般的超巨作用 也就是奇特的量子纠缠 虽然诡异 却越来越成为实验物理学家研究的对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激光等技术的进步 使得实验有了可能 1982年的夏秋之交 在法国物理学家 阿斯派克特的实验室 一对对奇妙的光子 正从钙原子中被激发出来 一对 两对 三对 科学家将每一对光子 分离到十二米的距离 这样他们之间 哪怕以光速传递信息 也需要四十纳秒 随后开始观察 每对光子的状态变化 整个实验耗费了一万两千秒 也就是三个多小时 大量的统计结果出现的那一刻 实验室的人们发现 爱因斯坦所讽刺的 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真的存在 或者更准确地说 远距离粒子间的纠缠 正是他们的特性 阿斯派克特等人的报告 很快便出现在了 物理评论快报当中 可科学界的反应 却是出奇地沉默 大家都知道 这个结果的重要意义 然而似乎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爱因斯坦输了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比我们所想象和所看到的更为神秘和奇妙吗 全世界的人们都试图重复阿斯派克特的实验 而且新的手段也开始不断地被引入 所有的实验结果都证明 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真的存在 难道这是因为超光速存在吗 所以这两个为什么会这样 是这样子关联 因为他们两个做一套纠缠了 要求他们的自权要相反 这个性质是把他们两个连在一块的 我就讲一个例子 一个母亲在合肥 她女儿到深圳打工 结婚 生孩子的那一瞬间 她在合肥的母亲自动变成外婆 这个不需要时间 她生孩子那一瞬间 她也没有告诉她母亲 她生孩子 她母亲也不知道 她从身份上看 女儿变成母亲了 母亲身份就变成外婆了 这个是两个身份就同时发生的 这是为什么产生的 是他们的关联 什么关联呢 母女身份的关联 量子关联导致幽灵的出现 所以那个幽灵不是别的 就是量子关联 实验结果一出 世人或许会认为 爱因斯坦在这场争锋中输了 可爱因斯坦真的输了吗 就他能看到这个矛盾点站来 别人看不到 就是爱因斯坦敢问 爱因斯坦问到点上 促进科学发展 所以这种争论 不是谁对谁非 而是对问题的理解 是谁提出问题 然后大家来共同解决 这个提问题的人就很牛 他的共产不比理解 这问题的人还差 别人都看不到 他看到了 他提出来了 我认为 这个爱因斯坦的贡献 就在这 量子纠缠被证实 使得物理学家想到了 是否能把这种 跨越空间的纠缠态 用来进行信息传输 很快 量子纠缠 便被用于了量子通信 科学家通过量子纠缠 把信息无损地 从一个地点 传到另一个地点 这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大大增加 同时利用波函数坍缩的性质 实现了保密通信 在经典通信中 窃听者如果要窃听密码 首先要将密码抄写下来 再想办法进行解码 然而在量子通信中 抄写量子传输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量子的任何测量 都会导致量子态的坍缩 原来的量子态便不复存在 而通信的双方 就能立即察觉到 窃听者的存在 2016年8月16日 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莫子号成功发射 它将进行 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实验 以期在空间量子通信 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并在空间尺度 进行量子纠缠分发 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 开展空间尺度量子力学 完备性检验的实验研究 而正是量子纠缠 使得量子计算机 真正得以实现 爱因斯坦 波尔 两位可敬的科学家 他们之间的争论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美好的 正是这些争论 使得对方陷入了 一轮又一轮的沉思 也使得更进一步的理论诞生 无论这个过程中 每位科学家的理论 有着怎样的错误 这都是科学进行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正是这些错误 才推动了量子科学的发展 扑朔迷离的量子世界 使得众多科学家 未知着迷 然而在探索它的道路上 越来越多的谜团相继出现 这使得爱因斯坦 开始对量子理论体系 产生怀疑 并以它独特的思维 一次又一次地发起挑战 正是这种怀疑的态度 使得量子力学飞速发展 也促使了量子计算机 量子保密通信的诞生 心跳加速 精神紧张 人情绪亢奋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肾上腺素 究竟是救命的特效药 还是使人情绪失控的始作俑者 探寻奇妙的人体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荷尔蒙密码 肾上腺素传奇 下期播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